耐心等待迎來一切美好 再來看這位山中隱士 也以時間換取成功 也同樣用心愛護地球 宜蘭雙蓮皮 郭寶吉士帝有宜蘭小瑞士之稱 十多年前 他放棄台北的一切 返鄉回到這裡 讓當地的老屋重建再生 並回收資源裝潢 還跟著當地小農學種野菜 以在地食材烹煮家鄉味 以大自然療癒人心 第一次看到真的會很感動 因為湖光山色 風景非常的優美 那山林也保留得很好 沒有過度開發 而且很容易親近 所以就這樣選擇待在這裡 如在祥口中的湖光山色 就是位於宜蘭圓山鄉的雙蓮皮 不僅是宜蘭有名的五大湖之一 同時低海拔罕見的濕地生態 已被列為是野生動物的保護區 近來也越來越多人 來此一探傳說中的夢幻美景 也有很多人沒有來過這裡就發現說 哇 怎麼有這樣的一個 類似國外有山有水 又很平靜 湖光倒影的一個地方 讓盧再祥決定留在此地的 還有這間被群山環抱的百年石器古厝 前人就地取材搭建的石頭屋 抵擋過無數的風風雨雨 古樸無華的造型設計當年深深被吸引 也因此下定決心回到故鄉歸隱山林 門口堆的這些木頭是 應該是這邊的主人 還有在拼灶 用柴火燒熱水 就是也可以講說是廢物利用 因為這些大部分應該都是封倒木 那這樣跟石頭屋擺著非常有味道 我覺得是蠻古早味的很好看 生長在南方澳的漁村小孩 長大後嘗試到大都會打拼 儘管工作再多再忙 心目中始終牽掛著高中時期 到湖西村郊遊的一景一幕 這裡有老房子山中湖 還有自己最愛最懷念的野心秘境 我第一次來到這裡的時候是 學生時期高中的年代 那來到這裡玩吸水就愛上這裡了 因為這邊的水非常的冰涼 整個新旺神移 然後就是沿路溯溪沿路完 後來出社會跟有家庭小孩以後來這裡 又是另外一種心境 難以忘還的美好年少時光 不想再與這裡的田園美景擦身而過 因此毅然辭去台北的工作決定歸隱山林 從解木頭開始做起 做個不折不扣的現代桃淵民 當時正巧遇到雙簾皮旁的舊屋將要拆除 盧在祥積極積極與地主溝通 甚至親自上陣保留房子的梁柱 這些梁柱其實都是以前那種三合院的老房子 被建商買走以後 建商他們要快速拆除整地 所以一般怪手進來就直接碰碰碰就毀掉了 可是搶救這些梁柱其實是要爬上屋頂 然後怪手一面再拆 我就是站在屋頂裡面去鋸 或者是去扶著把它拆下來 從此以後的時光 盧在祥每天以節目挑食為樂 開始構造屬於自己的基地 儘管一切都從頭開始 然而甘願做歡喜壽 還自掏腰包請師父前來指導 跟著學習搭建石頭屋 這些石頭是花了大概半年 以上的時間剪 然後就有請石頭 九頭塞來剪 然後我做小工 跟師父當這個蚵蚵 當這個做這樣子 來氣食堆食 受限經費有限 盧在祥苦思奇想 最後臨近一動 決定利用當地廢棄建材 搭造桌椅 木窗等一系列家具 讓物盡其用創造再生 森林裡面會有一些被颱風吹倒的 會影響到正常樹木的生長 所以是可以把它取下來 然後再利用 像這些也是 這些都是封倒木 這些椅子都是老木頭 或腐爛的木頭 把它磨一磨 所以都會有一些痕跡 像這個也是腐爛的 在盧在祥的橋手下 把丟棄不用的枝根 變成了令人驚艷的佳飾品 傍晚的時候會有陽光滲透 那這是三星的螢龍柳 現在比較少人種了 結釣那一部分 他們都丟在田裡面 讓它爛掉或者是燒掉 那我覺得它是可以運用來當裝飾 那也可以做光影 擋一點陽光這樣 所以我覺得放在這邊是蠻好看的 就廢物利用 如今屋內的各項架式裝具 每項元素也都是付出 相當大的心血所換來 因此更加珍惜與保護 這四隻我一開始沒有看到這個春蓮 就是應該是這個 這戶大戶的家訓 所以我用那個砂輪機磨 不小心就因為灰塵很厚 就把這一個春蓮 我不曉得是什麼就磨掉 後來我就用水擦一擦 發現這幾隻柱子都有春 都有家訓 我覺得蠻有感覺的 希望做得更多 讓有緣上山來的人 不只能欣賞到這裡的美景 還能享用 道地豐盛的山林小吃 因此參加當地的農民蔬菜班 期望自己成為一位全能飲食 因為我在這邊 剛籌備的時候 我有去花蓮改良場 上有機客城 那有得到了一些啟發 比如說就是 盡量運用在地食材 還有良心栽種 然而栽種蔬菜這一關 著實讓盧在祥吃足了苦頭 由於自己種植的產量 遠遠跟不上每日供應 再加上光造房子 已花去許多時光 因此店面開張之後 咬牙苦撐了兩年 沒收入的日子 然而卻沒因此自暴自棄 透過栽種蔬菜艱難地挺過難關 我看到農民 他們在種菜 從種子或叉枝 其實是需要等待的 當中可能會碰到天氣不好 或者是被蟲吃掉 那就是必須細心地去呵護它 這些都擠不得的 這樣的一種啟發 後來在籌備的時候 我覺得我就多了一份耐心 明明就是應該是 我覺得就是一直提醒自己 不要被打敗 不要放棄這樣子 最後山不轉路轉 盧在祥決定與當地老農合作 豐富餐桌上的彩色 利用山泉水與高山紅土 種植出的紅鳳菜 是這裡最常見的蔬菜之一 這回放入大鍋快炒 吃得到葉菜的清甜與脆嫩 我們這邊種紅菜的農民 就是之所以會那麼多人種 一個就是很受市場的歡迎 特別是北部 因為我們這邊比較高一點 我們這邊海拔將近五百 那種起來的紅菜是比平地好吃 這是我們藝人傳統的蟹肉 這配飯不錯 烹調時必須依照步驟 放入蔥段與肉絲爆香 接著加入金針菇 魚板等多種食材勾芡後 再加上獨有的蛋酥增加香氣 最後放入香菜與麻油 成為令人垂涎的 宜蘭道地古早味料理西滷肉 另外盧在祥還準備了故鄉特產香魚 由於宜蘭香魚產量佔全國之冠 再加上水質優良 飼養出的香魚肉質肥美鮮甜 成為這裡的主力菜藥之一 因為宜蘭的水質非常好 香魚它必須生活 油在這個很乾淨的水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宜蘭的一個在地食材 因為其實蠻多養殖的香魚 是出口到日本去的 那當然到日本要很嚴謹 要檢 還有很多檢查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香魚是相當不錯的 陸在祥心目中的在地美味 就是每道料理都與在地食材緊密結合 才能品嚐到當地的特色與美味 儘管不能獲得所有人認同 還是會繼續堅持理念做下去 自己覺得這些宜蘭鄉村傳統料理 有時候會覺得是不是上不了檯面 或者是會不會太聳了一點 但是長時間這樣做下來 長期做下來我覺得 其實有的客人會認同 這是我們的特色 所以我有時候會坦白說 會看到客人吃得高興 我們自己也會覺得很安慰 熱衷大自然 陸在祥三十多歲的年紀 就歸隱山林做個甜淡的飲食 並分享自己所作所學 要讓更多人見識屬於台灣本土的山林之美 謝謝大家